兄弟们 今天我们来更新一下华为p40pro的一个旗舰手机哦 今天这位粉丝呢 他预算1000多 想买一款华为的旗舰5G手机 我们推荐p40pro给他 他要求95000 我们来看一下这台橙色到底怎么样 来 这个颜色叫零度白哦 后盖轻微有一点点小滑痕 正常使用痕迹哦 毕竟上市那么久了 他这个是玻璃后盖哦 看下他的像头是由四个摄像头组成 最高支持一个5000万像素 边框呢 有点小颗 正常使用痕迹哦 也不是说很明显的磕碰 轻微一点点 还有这边框这些也有正常使用痕迹哦 看下屏幕 屏幕是没有划痕的 屏幕干干净净的 没有划痕 他的屏幕是采用6.58英寸的一个京东方屏幕 显示效果非常的细腻通透 现在市面上很多那种高反屏哦 因为这个屏幕比较贵1000多的 有些那些不良商家会拿那种几百块钱的屏幕给你们装上去 所以说二手手机水非常深 这些问题 我们会给你们筛选出来哦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配置 设置 关于手机 毫蒙系统 P40 Pro 7099年的5G 8加256的内存 电池是采用了4200毫安的大电池哦 现在这台市场 我们拿是1600哦 到你们手上安排壳膜的话 1850我们利润200左右 给你们自保半年 机器都是原装的 给你们把那些不好的筛选出来哦 如果你预算一两千的话 选择这款还是挺不错的 因为它处理器啊 做工材质这些性能啊 都是非常的砍打 2000左右的预算也是非常的有性价比哦 好 今天视频我们就分享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